生技产业步入开花结果阶段 营收百亿的生技股来了 美食 宝月以及大树 今年前三季的营收已经跨过百亿元大关 预期第四季有机会同步改写新高 再创生技时的新记录 而葡萄王 耀华耀则是在后极其直追 刚好今年其实也是可能有一些因素 不管是美国利息升值 然后变成说私募基金 还是其他的买方 比较弱势一点 生技股王宝瑞九月完成策略联盟时 董事长盛宝希才表示 非常看好今年台湾生技产业 初步统计包括生技股王 药华耀 高端疫苗 台新药等18家公司 前三季营收已超越去年全年 而生技营收王则由美食拿下 前三季营收为141.7亿元 目前积极推进东南亚地区收购 目标在未来三到五年内 将东南亚地区的收入扩大五倍 要今年跟明年都是在 汉原厂合约的这个条款里面 做销售 所以量跟价钱都不会受到竞争 然后明年跟今年相比 是会显著成长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产品 叫做借饮药 制成跟这个销售上面 都是有相当的门槛 所以一般的选民药厂 其实都没有办法做这个用 上市柜生技股中 美食宝瑞大树等三家前三季营收 登入百亿元俱乐部 值得注意的是 宝瑞在并购效益发位下 以135亿元紧追在后 法人看好 宝瑞全年营收有机会挑战200亿元 EPS渴望超过35元 超车美食拿下生技股营收王 而连锁药局龙头大树 则以127.5亿元排名第三 跟过去新药研发不同 它并不是突然之间才有一笔进账 它们的这个营运是相当稳定的 最重要的我觉得 它们都有独特的一个护城河 宝瑞来讲 它就是CDMO研发这块 美食当然就是专利嘛 我有药品的专利 我有药证 那大树就是通路 这个是它的护城河 加上美国最近对中国祭出生物安全法案 对大陆五家生技公司祭出禁令 正是台湾生技产业最有力走向国际的时刻 专家认为应赶紧停生竞争力 缴出成绩单 记者唐嘉宜 方绍晨 台北新闻报道